一朵花,一朵盛开的花,这是清风今天分享的黄油蒜香面包 这是我两年前做过的,今年太府的烘焙老师Ken也教我们做了这个面包 让我们开始做这垂涎欲滴的面包吧 35度的温水中放入糖,酵母搅拌化开 记住水温不要超过40度 盐加入高筋面粉中,再加入油,分次倒入酵母水 用刮刀把所有的材料混合,搅拌成絮状 揉成面团不见干的面粉就可以了 然后饧面20分钟 20分钟后再揉面2分钟 面团会变得光滑细腻 这个面团不需要多揉 在面团上抹一点点油 盖上保鲜膜,继续醒面2个小时 我们来制作蒜蓉 开小火,把黄油放入锅中融化 加入大蒜泥,切细的葱花,还有盐 小火炒5分钟左右 当你可以闻到蒜香味的时候光火 记住不要把蒜粒炒到变色 2个小时醒好后,用手按压面团排气 排好气的面团分成4个等份 把小面团拉出光面并搓圆 取一个小面团安扁,用擀面杖擀成一个圆形 直径为18厘米大的面片,也就是一个手掌的大小 把擀好的面片放在烘焙纸上,放入一些蒜蓉,用调根涂抹均匀 然后放入擀好的第二片面片,再涂上蒜蓉 第三片面片 最后一片,一共4成 最后的面片上布抹蒜蓉 用一个圆形的模型,放在面片上按压一下 作为中心点,大概6厘米的直径大小 我们要做8朵花,一共分成16等份 先分8等份,用小刀先切出一个直角,再一分为二 分好8等份后,在一块花瓣上再切上一刀 这一刀要比其他的长出2厘米 这样做出的花朵会更有层次感 开始做花瓣,两个手拿起面片向外卷2圈 把后面捏起来,再把捏的部分压在花瓣的下面 然后用手轻轻的把花瓣打散,一个花瓣就完成了 再切一刀做花瓣,重复刚才的步骤 直到其余的花瓣都完成 进行?] 整理一下后移到烤盘上 盖上保鲜膜继续发酵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面包已经大了很多 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花形 再发好的面包表面刷上一层蛋液 放入预了好的烤箱 烤到面包成金黄色出炉 哇 打开烤箱的门的瞬间 真是香气扑鼻啊 把烤好的面包放在架子上亮亮 这蒜香融合着的黄油特有的味道 一朵面粉中开出的美丽花朵 掌握几个要点是很容易做出来的 趁热吃 外皮酥脆 内里香软 我能一口气消灭大半个 真的